1月3日 微小的信心 可见上帝的拣选 不是根据人的意志或努力 而是出于祂的怜悯 罗马书9章16节 在一年的开始 让我们彻底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 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今年将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 都是神的怜悯 那些将临到我们的事 无论是痛苦或是快乐 都将是怜悯 这是为什么基督来到世上 叫外邦人因祂的怜悯荣耀神 罗马书15章9节 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重生了我们 彼得前书1章3节 我们每天祈求 为要得连续 西伯来书4章16节 我们现在正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有大书1章21节 如果有基督徒 如果有基督徒正实是可信赖的 那正是我们上帝怜悯 成为可信托的人 格林多前书7章2章25节 在路加福音17章5-6节里 使徒恳求主说 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耶稣说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 栽在海里 它也必听从你 换句话说 你的基督徒生活和事工方面的问题 与你信心的强度而多管 因为不是他将树根拔起 而是神 因此 能将你和基督真正连结的 最微小的信心 会使耶稣的全能 足够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 但是 关于那些你成功的 顺服主的时刻呢 会因为你的顺服 而将你从 恳求联名者的行列中移除吗 耶稣在以下 路加福音十七章 七至十节中 给了我们答案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 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几步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上袋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所吩咐地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 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因此 我得出结论 最完全的顺服 而最微小的信心 都从神得到相同的东西 怜悯 仅仅一粒小芥菜种的信心 可以连接上 神那能移速般的怜悯 而无瑕疵的顺服 使我们完全依赖 我们绝不会超越 怜悯领受者的身份 我们总是完全的 依赖于我们所不配的 因此 让我们谦卑自欺 和欢喜 并且 因神的怜悯 荣耀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